请大概做出的基本的架构就长这样子 但是我要看到的不是这个颜色 我要看到是除了基本色之外 可能你要自己去上个礼拜讲的那个Thin Rover 请你把它改个颜色 至于喜欢什么颜色都没有关系 反正每个美感经验都不一样 然后长得就像这样子 里面怎么做呢 我大概有一个说明 大概就是这一些刚刚讲的 如果说你刚刚程式有问题的话 这边上面也有了 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至于就是说呢 里面的回首页 刚刚同学好像有做错 你可以看一下这一段 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 变化理就是说 请各位增加文字的说明 因为本来的那个文字太少了 比如说离烧好了 比如那个储子好了 你会发现光那个维基百科就有这么多了 不过你不需要全部 你就部分抓一些重点出来 甚至我发现 现在你Google这个 Google储持 它甚至里面 除了这个 那个维基百科之外 这边还有什么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 我发现这个还蛮厉害的 它做的还蛮贴心的 它里面呢 基本上连离烧这个都有 它里面大概所有的文章 全部都帮你放出来 甚至我觉得更厉害是 在这边一个English 我刚刚点了一下 发现 点下去之后 里面的名称全部都变成English 而且它好像有中英文 就都帮你 只是说反而我这样看 里面它几乎全部把它翻译成英文 这还蛮厉害的 那当然你可以 把里面的也许需要的 像储持里面相关的 重要的一些文章 好像离烧 离烧到底讲什么 其实说真的这里面也有 只是看来看去 感觉应该是屈原是非常伟大 至于伟大到哪里 其实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这边还有提到有什么 彭弦 那至于什么 谁是彭弦 发现你会发现 你可以再继续往下追 还蛮有趣的 很多很多的见解 好那这边的话呢 各位就是去延伸几个重点 就是说可以把那个 第一个那个内容部分 再深化增加里面 文字来源一起 你可以从那个维基百科 第二个去找图 影像 可能 但是你会发现 这边维基百科 这边有一张图 如果这张图OK 那你就用这一张 或者是其他找一下 然后再来就是说 底下的纸项目 也许你可以再放一些 屈原送誉 也许你可以分 放一个listable在下 或者那个按钮也可以 反正呢 就增加几个纸页面 放在底下 那也许储持 大概就两个代表作家 汉富大概就两个代表作家 诸如此类的 大概会需要 变化题大概请各位 把之前所讲过的 把这个地方 然后再来就是 修改那个布景主题颜色 怎么做 我也要把那个之前的做法 把那个步骤呢 贴到这边 给各位参考 反正就是ThinRover这个网站 那如果你不知道 这个网站在哪里 我印象中好像直接怎么样 把它Google一下 应该也可以找到 那做了这些 最后把它颜色稍微变更 也许你可以换个 不一样的布景主题 所以今天大概的 这个这个练习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后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会有个基本的 然后另外的话 延伸的部分 不用分两题 你只要把它放在同一题就可以了 所以后面剩下的时间呢 给各位做完这个练习题部分 练习题部分 那今天大概就是 以那个20... 反正就是古文之美 这一题把它做完 那...